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都是他個人的友好作品 那他的作品除了進步之外呢 因為王老師他非常的喜歡到出外去寫色 所以他就把這個大自然裡面的奧秘 還有陽光跟色彩 充分的融入在他的友好的作品裡面 那他這樣子的一個運用呢 也獲得各界的好評 所以在今天的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進步 那在進步這個部分呢 王老師他是運用側光跟自然光 這個手把 然後長長的去捕捉各種進步的神態 神韻還有他的意境 那第二部分是我們看到的 都是這種各色的藍花 那這些藍花呢 也是透過這個王老師延伸的筆觸 重新去展現出藍花的內涵跟他的意象 那最後第三個部分呢 因為彭老師他個人非常喜歡 也愛好這個戶外的旅遊 那這些年呢 他的足跡呢 踏遍了各個地方 那他就把這些年 他的這個足跡踏遍的各個地方 所觀察到的景象 然後透過他自己這個活潑生動 影響力的這個想像 然後把這些景象呢 充分的融入在他的心靈裡面 也就是把這些景象內化於心 然後外表於他的畫作 所以我們相信今天的這一場展覽 一定是一場精彩豐富的心靈想念 正是一場視覺跟美麗的盛會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我們的統領市長 為我們今天這一場盛會 來做最美麗的詮釋 讓我們以熱烈的展覽